嗨 我是阿俊 上禮拜一直被威力踩商看11億12億的新聞給洗版 又想騙我買彩券 中獎幾率就只有兩千萬分之一啊 多可以被雷劈28次了 根本就不會中 傻子才會去買 我們今天就從行為經濟學的角度來看看 為什麼一邊嘴巴念著不會中不會中 但又一邊去買彩券呢 首先我們來做一個小測試 假設你有一次機會 可以將中獎的機率提高5% 那你覺得在什麼樣的情況下 用掉這次機會最划算最有價值 A 獲得100萬的機率從60%提高到65% B 獲得100萬的機率從5%提高到10% C 獲得100萬的機率從0%提高到5% 你覺得用在哪裡最有價值 擁有過高的評價或是過度的反應 這種就稱為可能性效應 例如有些人會過度擔心發生意外 就買了一大堆的保單 甚至壓縮到原本的生活品質 又或者有些人他擔心措施大賺一筆的機會 所以就去投入了一些自己也搞不太清楚 但是感覺起來很賺錢的投資項目 像我就是擔心錯失了11億 所以就買了這一張 觀察這些行為會發現 我們比想像中的還要討厭損失的感覺 為了避開這種感覺 大多數的人寧可去選擇一些客觀條件 看起來更差的選項 講這麼多不如做個小測試 現在有兩個選項 如果你選A可以直接拿走8萬塊 但是如果你選B 你有85%的機會可以拿走10萬 但你有15%的機會一毛錢都拿不到 那你會選A還是選B 雖然B選項的期望值是85,000元 比A選項的8萬塊還要來得高 但根據2002年諾貝爾經濟選項得主 丹尼爾康纳曼他所做的測試結果是 有8成的人會選擇期望值較低的A選項 這也是部分人他在股票市場上賺不到錢的原因之一 如果我們都只順著感覺來做判斷 其實是一件蠻危險的事情 因為感覺是很容易被外在因素所影響的 這邊就用知名的亞洲疾病問題來做一個小測試 假設現在有一個不知名的疾病爆發了 預估會有600人死亡 現在有兩個應對方案 方案的執行結果如下 執行方案A可以救活200人 執行方案B有1%的機會可以救活600人 有2%的機會一個人都救不活 請問你會選擇哪一個方案? 後來經過疾病專家的討論 又提出了兩個應對方案 執行結果如下 執行方案C將會有400人死亡 執行方案D將會有1%的機會沒有人死亡 但是有2%的機會600人全部都死亡 請問你會選擇C跟D哪一個方案? 根據實驗結果統計 大部分的人在面臨AB方案的時候 會選擇A方案 而面臨CD方案的時候 會選擇D方案 但我們將所有的方案聚在一起來看 會發現 A方案跟C方案其實是一樣的 因為總共600人 救活200人就等於400人死亡 而B方案跟D方案也是一樣的 從這樣的結果 可以發現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就是我們竟然可以藉由改變敘事的方式 去影響別人的選擇 這其實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因為我們身處在一個資訊泛濫的年代 每天都要接收上萬則的資訊 新聞、廣告、文章、影音等等等等 其中就不乏一些不懷好意 想要影響甚至操控我們的資訊 如果說單憑感覺去做判斷 搞不好被人家賣了 還在很開心的幫他數錢 所以當你打算做一些重要的決定 或是行動之前 多想一下 或是去找朋友聊聊 聽聽看第三方的意見如何 或許這樣就能避開很多 非必要的損失 以上就是今天的內容 希望你們喜歡 如果說有想聽的主題 歡迎在留言區跟我說喔